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Lavi 今天又是一期久违的包包开箱 我终于又买到我心意的包包啦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大家可以根据时间线跳到自己想看的内容 OK 那喜欢看类似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我哦 先说一下这只包目前的购买情况 我是4月初的时候在小红书上刷到的这只包包 然后当时听说是一个隐藏版的包 所以它是没有显示在官网上的 那我当时是直接问了客服 客服给我的反应是 北美的香奈儿店这只包是没货的状态 后来我找了我认识的一个百货公司的sauce 然后他说是可以帮我调货 之后我大概等了一个星期 他就帮我调到了这只包 然后我也很成功的买到了它 而且后来我的代购也跟我说找到了这只包 如果现在还有朋友对这只包感兴趣 可以问一下百货公司的sauce 因为他们的系统跟香奈儿店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并且我觉得这只包在北美的存货情况还好 因为我在小翁书上刷到过好几个北美的姐妹都买到了 那为什么我决定买这只包呢 因为我之前一直说下一个香奈儿想买CF 因为CF涨价太厉害不如赶紧买了 但是我后来看到这只包真的完全挪不开眼 而且也因为CF真的太贵了 那CF最经典的那款目前是8800刀 觉得尺脉有那么一点不值 而且CF不属于新款包型了 所以我感觉还是蛮容易撞包的 可能我之后再考虑考虑吧 并且我可能目前对金球或者手柄包会更感兴趣一点 我觉得这几款的实用性会比CF更强 那第二点我买这只包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的双C浮雕真的设计很特别 如果这只包只是单纯的牛仔款 我会觉得有一点一般 因为我对牛仔包没有太大的执着 但是它加上这个浮雕后 真的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整只包如果单从远处看会觉得平平无期 但是近看又会有一种复古的细节感在这只包包里面 然后这只包目前在北美这边的二手市场里面 已经溢价大概1000刀以上 它的原价是5000刀 我有刷到过两个 但是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都已经sold out了 所以它算是比较有收藏价值的包包 那我拿到手第一印象还是比较满意的 首先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链条问题 它这只包的链条真的是完全的做旧 做旧到我拿到手后有怀孕过它是不是参赐品 非常的斑驳 五金像是养坏已久的那种感觉 但是后来看小龙叔的评论 大家好像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放心了 然后链条重量是重的 这只包所有的重量应该都在这个链条上面 非常的有分量 可以明显的看到 我在放下这个链条的瞬间 手有明显的抖动 然后涉及到背法的问题 这只包的链条非常的短 只能当腋下包来使用 但是上肩背的话 链条的重量就完全不成问题了 没有太多压间的感觉 然后我也给大家试了一下斜跨 完全不行 因为这个位置卡得太尴尬了 手拿包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链条很重 如果是单纯拍照凹造型还可以 拿久了挺酸的 所以它的背法比较单一 最后就是它的容量和大小 那我听说它跟CF的小号差不多 我没有CF 所以我是拿小号的19给大家做个对比 基本上大小是差不多的 但是小号19还是稍微大那么一点 19也比它重一点 容量方面上 它里面打开后是只有一个口袋 其他地方是没有分层的 里面也是全牛仔制成的 而且是非常好看的浅色牛仔 里面可以放的东西还蛮多的 可以放下我的相机架子 不会有软啪啪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有形 穿搭方面 这只包的金色链条和牛仔 综合的复古休闲感 所以它能搭配的衣服还是蛮多的 休闲复古小裙子或者职场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一只实用性比较强的包 我觉得它包括它的同款的皮质包包 都是属于这一季比较值得买的款式 那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对这只包的问题 不要忘了在评论区留言哦 如果你喜欢这只影片 请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收藏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支视频见 拜拜 拜拜